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讨论这个Generic的Repository 那首先呢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们先往下看 我们要先create这个iRepository 它是一个interface来的 所以它要放在这个data.interface这里 所以我去这个data.interface这里 然后找这个所谓的 是什么 Repository底下 在这里 然后按shiftf2 我们create这个iRepository.cs 好 那这边搞定之后呢 那其实我们就是要来制定一些这个interface的method 那制定这个interface的method呢 我就直接来copy我的这个程式码 那我程式码呢其实还蛮长的 我这边先copy一下 好 然后那我这边按Ctrl-A,Ctrl-V 贴上 贴上之后呢 我们来一个一个来看一下 首先呢这个interface呢 就是这个interface 它里面呢会包一个entity 好 那这个entity呢 就一个T型别的entity 那这个entity呢 我们必须要限制它 一定要是一个class 这是第一点 等于说 我们之后会有这个所谓的repository 好 然后那我们的repository呢 在这个地方都要放一个entity 那我们到时候会怎么样呢 到时候会有一个叫做 gamer-detail-repository 然后那implement这个i-repository interface 然后那这边呢 这就是放gamer 那如果是gamer-detail- 对不起 应该说是gamer-detail-repository 会implement一个i-repository 然后那这里面就会放gamer-detail 那如果是gamer-repository implementi-repository的话 那这边就会放gamer 这样子 那这样就是符合这个entity 是class的条件 另外还有一点 就是我们的这一个 这个entity呢 不只是要符合 不只是要符合 那个什么class的条件 还必须要去implement 这个i-data model 那i-data model呢 它又有implement 这个所谓的i-clonable 所以说我们的这个tentity 必须也是可以clone的 这个tentity必须也是可以clone的 好 那所以它有两个条件 tentity必须要是class 而且必须要是implement 实作这个interface 好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看 底下的这些东西 首先我们第一个要讲的是 这个getAll 那这个getAll呢 其实就是我们 如果你今天要写一个 genetic的repository的话 然后就是所有的repository 都必须一定要有getAll getAll就是要得到所有的entity 然后那getAll async呢 就是这个是有 这个是没有async 这是有async的 那这两个都要写 好的要提供 那那接下来就是find find的话就比较特别一点 find的话就是里面要放一个expression 就是放一个link 好 那你可以是find呢 也可以是findasync 好那就是上面是得到全部的 中 这边就是给它一个搜索搜索的条件 中间这个部分就是搜索的条件 好那接下来呢 下面就是所谓的这个single default single default呢 就是说就是 比如说如果你今天 你今天就是也是要给它一个条件 那single跟default跟find呢 这个single default还有find的差异 它其实都是要传入一个这个条件式 那这个条件式呢 它会透过这个条件式 就是一个linda expression 然后去做一个搜寻的动作 但是它们的差别是在于说find 可以找到很多个entity 可是呢single default呢 只能找到一个entity 那如果single default它找到两个entity 或是找不到任何一个entity 那怎么办 那这时候它就会丢出一个exception 再说一次哦 find跟single default 它们的共同点就是 里面要翻一个expression 就是一个条件式 那它的差异是在于find呢 是return多个 就是return一个annuable 它可以是完全没有 也可以是有一个 两个三个都可以 可是single default呢 它只能return一个tentity 那这个tentity呢 必须只有一个 那如果今天是两个entity 符合这个条件 或是没有任何一个entity 符合这个条件 那这个single default呢 就会是丢一个exception 那接下来就是single default async 它跟这个是差不多的 所以我们的interface呢 就这么多 好 那在这个tutorial要讲完之前呢 其实我们第一个部分呢 就是讲这么多而已 我们第一个部分 就只是要讲这个iRepository 好那如果你想知道iRepository的话 那其实是属于下一个部分的 下一个部分 那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有几个重要的东西要讲 首先下面这些绿色的 就是要让你知道的 第一个你要先去复习我的这个 先复习我link课程的这个tutorial10 好那link课程tutorial10呢 它的讲义在这里嘛 那讲义在这里 那讲义在这里 然后它最主要是要做的是 让你复习什么叫defer 或是immediate operator 那defer或是immediate operator呢 它其实有包括这个select where 跟take house git 那这种是return这个innumerable 那如果你是immediate或是greedy的这样的一个operator的话 那就是count average minima max或是tutlist 它就会去马上执行 等于说这个innumerable呢 它这个returninnumerable 它代表说它不会执行 只有你用到它的时候 它才会去执行 那这个呢是你今天在呼叫 就是你今天在做这个 在写这个程式码的时候 它就教你一跑它就开始执行了 那这是 所以这个就是要 这个就是立刻要去资料库里面找资料 那这个的话就是 等到等一下要执行的时候 再一起执行这样子 好那我们这边了解之后呢 再来就是 这边有to list to array to dictionary to look out cast of type 这些东西呢 都是属于 都是属于convention operator 那你link呢 要学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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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那接下来我们下一个要看的是 这个innumerable 那innumerable呢 它其实 把cubery分成了两个部分 好 那在innumerable 之前的 在innumerable之前的 在innumerable 那在innumerable 那在innumerable 之后的 那不好意思喔 它都是从记忆体里面去找资料 所以就变成list 或是collection或什么之类的 那在innumerable之后的 那在innumerable之后的 那不好意思喔 它都是从记忆体里面去找资料 所以就变成list 或是collection或什么之类的 那就是属于在记忆体里面找资料 所以innumerable呢 它等于是切割开来 所以innumerable 前面的 在innumerable前面的 全部都会变成tseql 而innumerable后面的 不会变成tseql 它就是在这个darkbase里面 不是啊 它在这个记忆体里面自己去找 好 那接下来就是这个 IQable跟innumerable IQable跟innumerable呢 其实也是讲得很仔细的 IQable呢 是属于这个 defer 或是lacy operator 所用的 那 那个什么 通常你在 通常你在generate 这个tseql 的时候像这样 然后那 再来就是所谓的这个 innumerable 那innumerable呢 它就是会去 马上执行 好 马上执行 所以IQable呢 是会晚一点再执行 innumerable呢 会马上执行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上面这个例子 这是IQable的例子 所以我一开始先得到dbcontext 我得到dbcontext 之后我再得dbset 那我dbset在做一个whale的动作 那这个部分呢 其实就是所谓的这个 好 IQable 因为它是等到你碰到它的时候 或是你这个meta 之行的时候它才会去跑 好 然后那 接下来就是在这个地方 就是我们在写uniofwork的时候呢 我们的uniofwork里面 还有repository里面 我们都会使用这个innumerable 原因是因为这样的 因为如果你用IQable的话 代表说它的这个程式码 会转换成tseql 你会变成你的tseql的这个 我们是尽量避免tseql 变成太庞大的tseql 因为如果你今天是 跑一个非常庞大的tseql 那你的电脑速度会跑很慢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我们通常是建议这个uniofwork呢 你要尽量使用这个 iinnumerable来写 所以这个repository呢 大概就像有点像是entity的collection entity的collection 然后它可以做增上插开的动作 等于说你就是 我们以前是用dbcontest.gamer 然后点什么东西 delete啊 insert啊什么之类的 但是我们现在希望的是 用uniofwork.delete insert 这些东西 因为我们到时候要把这个dbcontest 把它包起来 然后那我们的repository呢 它其实就是针对某一个table 所做的一个 像是business logic的东西 好 那这边就是要讨论说就是 在ef code first 底下呢 有data annotation 跟fluent API 这两种方式 都可以去写成这个 code first 的程式嘛 然后那我们通常会使用fluent API 甚至连poco generator 他们都是使用fluent API 那它是比较有弹性的 然后那接下来是one to one relationship 跟one to zero one relationship的差别啦 那如果你是one to one relationship的话 基本上你是没有办法在这个 seql server那边去实作强制一对一 但是如果你是一对零或一的话 是可以的 是可以的 好 所以这个部分呢 大概就是快速的复习一下 好 那我们这个tutorial就到这边 I hope you enjoy my tutorial Have a good day MING PAO